神学小问答 320 小德兰扶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 问 耶稣劝人被打脸时要转另一面夹 这个劝告究竟含有什么高见 答 犹太人的法律并不禁止以怨抱怨 以仇报仇 但是 那些依据法律要求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除古记第21章第24节 是报仇为权力好事的人 其实是无法摆脱罪恶的暴政的 因为他们要用同等的打击 来报复仇人的进攻 怨恨之气随时增长 愤怒与暴躁也必然火界风势 越烧越旺的 正是所谓怨怨相报和始了 但生活在耶稣圣宠之下的人 与此相反 他们不利用还击 而是利用忍耐来战胜仇人的迫害 有人打他们的诱假 他们情愿把另一面转过来让他打 这样的人才能真正推翻罪恶的统治 砍断罪恶的锁链 法律不能消灭罪恶的种子 但生活在圣宠里的人 不仅除去罪恶的萌芽 还深深挖掉罪恶的裂根 所以保路说 在基督耶稣内赐予生命之神的法律 圣宠 以使我获得自由 摆脱了罪恶与死亡的法律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 这就是耶稣的劝告的高见